今天傳出來 在中國性侵小女孩 這個醜聞在美國算大條吧 不是 性侵小女孩 這個是杭特拜登 我們現在講小拜登好了 小拜登 跟老拜登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那可是為什麼要把這個弄出來 第一個就是我今天 有一個人都有一個偷窺欲 他想要知道這個內容的話 你要哪一個會吸引人的 所以就是性侵小女孩這件事情 讓大家的目光全部轉移過來 那接下來打的第二點要幹什麼 你知道 他就是要把這個整個事件 要跟中國扯上邊 跟中國扯上邊 還要拉高層級 告訴你說這個問題的嚴重在哪裡 拜登家族出賣國家利益 而且出賣中國 出賣美國給中國對不對 所以這個國家安全跟國家利益 在這個議題上打高了之後 這整個說實在話 即使川普沒有連任成功的話 包括現在參眾議院 組了一個調查委員會 組了很多調查委員會 而且那個大法官提名 如果通過的話 我說實在話 你覺得川普會輕易放過嗎 他其實選出的話 他繼續跟你打官司 對不對 什麼選舉無效什麼東西 他繼續跟你打下去 對不對 我記得我們上個禮拜 在這邊評論這個美國大選的時候 那個主流媒體 剛好一系列的所有的民調都出來 沒有發現 那個時候拜登是贏川普 大概都十幾個百分點 十四到十六個百分點 可是現在最新的你看 最新的那個民調出來 而且這個IPTIPP這個民調 他是四年前為二 就是為二只有兩家說川普會當選的 的民調公司 他現在告訴你說 他現在全國民調的話 川普只輸拜登 他已經2.3個百分點 所以2.3個百分點 記不記得四年前的話 川普輸希拉蕊是14個百分點之後 他竟然能夠在選舉人票開出來之後 他竟然順利當選總統 所以跟你講說 現在已經拉到到這個程序 而且在所有的六個關鍵州裡面 其實現在雖然拜登還是贏 對不對 這支持度是49.1 可是超過川普45.2 可是你也發現說 相差只有3.9個百分點 不到四個百分點 跟四年前他輸給希拉蕊 是4.4個百分點 都幾乎不相上下嘛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兩個銷掌之後 你把他扣掉一來一回 跟我們那個什麼 誤差範圍之內的話 這個兩個根本就打平嘛 那打平的話川普有沒有至勝之關鍵 當然 所以他現在拿到這個硬碟的案子 他當然狂打 而且要升高這個層次 越打越高興你知道嗎 所以他現在講說 這個叫做來自地獄的筆電 對不對 他當然爽啦 這個說實在修理這個拜登家族的話 當然是很爽啊 可是我覺得說這個筆電現在好 除了說我們現在知道的 說是說 那個Hunter有沒有 小拜登拿去修理的那個筆電 那另外竟然現在烏克蘭司法部 也有一個筆電 硬碟內容 也有硬碟喔 包括那個什麼 小拜登的心理醫生 還有一個硬碟 你看他也有 那現在又有他過去 小拜登以前的合夥人 還出來提供了兩萬多封的 那個電子郵件內容 就說在裡面怎麼都是 所以就跟你講說 真的是這個小拜登的 真的會把他爸爸害死 那吃東西把他打掉 他連電腦修到哪裡 放到哪裡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所以就跟你講 那為什麼現在所有核彈籍的爆料 你知道嗎 川普他從他一句話 就可以知道說 他為什麼打這個事情 打他他現在認定說 拜登他們家族 就是全部都是罪犯 那天就有一個左派媒體 就問他說 你怎麼可以說 那個拜登是罪犯 你憑什麼說他是罪犯 他說我們抓到了他的證據 對不對 而且他現在警告這個左派媒體說 現在你們如果再不報導的話 你們就是跟他同伙 你們也是罪犯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他接下來一定會處理 而且最嚇人的 我剛剛就講 他現在裡面有一個海量 那個朱利安尼講說海量 海量耶 對啊 未成年女孩的照片 而且現在越來越明顯就是說 這個不是 這個還有一個作家也講了 他看過這些東西的話 他裡面他是有性凝虐 這些小女孩的 未成年女孩的 他們還講說 說這些女孩 女生是青春期的小女孩 所以他跟你講說 這些東西的話是誰幫你安排的 對不對 你在中國幹的這種事情的話 這全世界都不能腦裡 而且你知道美國聯邦法案裡面 他就告訴你說 我昨天不是講過 有那個梅根法案 跟那個傑西卡法案 你這個刑度是25年起跳 而且你這個名字 這個杭特拜登 杭特拜登有沒有 這個名字會永遠在他們的網站上面注記 這個是性侵未成年小孩的 而且你這一輩子要帶著電子腳樓了 你走到哪裡人家都記得 所以跟你講說你這個拜登家族 整個就下來了嘛 對不對 好從這個引發出來之後 你看他現在人家講說這個筆電的內容 來自中南海內鬥 為什麼 現在講到說可能江澤民派系的話 把這些硬碟拿出去啦 否則怎麼會有這麼多硬碟對不對 而且你說你杭特 小拜登腦袋搞不清楚 哪裡有什麼硬碟他也搞不清楚 那現在人家丟出來 你更搞不清楚啦對不對 那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東西的話還報出來說 他跟習近平王岐山之間 有45億美元的利益輸送 我們之前不是講說 他跟葉簡明的那個華興能源公司有沒有 還有渤海華美基金有沒有 就是在他跟老拜登跟小拜登 兩個見了習近平之後 十天之後耶 馬上就有這筆錢進到那個 那個小拜登的帳戶裡面 那個基金裡面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是不是用利益輸送 對不對 而且利益輸送 剛才又齊也講到說 Higgins不是講到說 那個36個美國CIA的那個情報人員有沒有 他的特工跟縣名有沒有 更誇張的是 竟然還有在他們的辦公大樓的庭院裡面 直接被槍殺的 所以為什麼會這麼精準的你能夠掌握到 對 我們也知道說情報人員都是單線 單線聯絡嘛 我今天我如果 如果我是又齊的下線對不對 那你這個又齊知道我是情報人員 還有誰會知道 對不對 其實尾翰或那個清皇他們是情報人員 他們也不知道我是情報人員 是啊 只有他們的長官才知道 那你一口氣把整個情報網都給絕掉了之後 怎麼可能 這個一定是從最高層就整個把你出賣掉了 對 所以這個問題的話 現在直指就是拜登跟中國之間 有所謂的涉及著那個國家安全問題 這個叛國罪 最起碼在美國的刑法是五年起跳 不然45億美金 多少錢他願意給你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共和黨現在整個選舉陣營的話 就把這個議題整個往上升級 升級到叛國罪的層級 哇那個78歲的老拜登 如果真的被關的話 我看他也是很難過 七八爺還給他抓去關 所以就跟你講說這整個 那你覺得說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這些傳聞在兩三年前都已經 我們都耳有耳聞嘛 都有聽到嘛 可是那個時候沒有看到市政啊 為什麼這個市政在這個關鍵點 全部打出來 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是川普陣營 早就在營造這整個氣氛 而且FBI現在跳下去調查 而且FBI你不把這個調查結果 拿出來的話 你也沒辦法交代 所以就跟你講說 最重要的現在大家就在 就在害怕一件事情 你會發現小拜登 被人家這樣設計 拍了這麼多這個不堪入目的 這些影片起來的話 這不就是中國以前在威脅 外國政要跟企業主的一貫伎倆嗎 真的 真的這麼百零被設局 對啊 我今天就帶你去怎麼吃喝玩樂 吃喝嫖毒對不對 過程之中 我再把所有的證據 全部弄下來之後 所以等到老拜登 你真的有一天 當了美國總統之後 你不是就被中共掐著脖子嗎 真的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這下去的話 當然川普如果不好好 把這些事情釐清楚的話 美國如果真的落入這種利益集團手上的話 那是很糟糕的事情 就表示這個拜登家族怎樣 有拿錢還有辦事喔 就是因為有拿錢有辦事 才會熱此不疲啊 拜登家族就會開始在這個當政治前課 當利益前課嘛 所以就跟你講說這個問題說 中國 當然現在牽扯到中國這個利益的話 你把拜登家族掐在老拜登掐著脖子的話 當然他們希望能夠對中國要有一些切割 或者一些處理對不對 那所以那天我們就講說 習近平他在南巡的過程之後 突然間你的行程說六天三天就跑掉了 為什麼要跑掉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爆發了嘛 對不對 這個已經燒到中國的內部來了 如果中國內部的話 說實在習近平從他上台到目前為止 他的地位是相當不穩固的 他10月19號出現了兩個事情 就表示說 其實我看他出現這兩個 我真的心裡很不爽 表示他沒有感染武漢肺炎 可是你知道嗎 他在這個雙擁模範代表 他表揚個人跟一個單位代表的時候 你看所有的人都從全國各地都來了 對不對 這些人都沒有戴口罩 我希望說習近平小心一點 第一次沒錯 不表示第二次不對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 你看他在後面這個雙擁 就是擁軍擁政對不對 這個凱模範圍代表的時候 他這一次他沒有講話 而且他是交給李克強講話 讓李克強來支持 這麼愛表現的人 怎麼可能不講話嘛 對啊 可能就是說他還沒有完全康復 怕講了之後又開始咳嗽 那你看後面他要帶了王滬寧 王滬寧不是之前我們講說 他可能在這一次政變裡面 會被扯下台嗎 他也出來了好不好 那這個更誇張的是這樣 他這個有個抗美援朝70週年的這個紀念 有沒有這個怎麼書畫展 什麼亂七八糟的展覽的時候 他又出現了 而且這一次連王岐山也出現了 你看七常委再加王岐山 這個八大佬對不對 全部一次聚集在這邊的話 所以我看到這個事情的話 我覺得問題很大 那外界當然一再的就覺得說 習近平是為了要安定內部 希望說我們中共裡面 我們中南海沒有在內鬥 沒有在權鬥 所以我們現在大家好得很 可是我的解讀就覺得這個其實 我認為我更覺得不爽 為什麼 這表示他們內部喬好聲啊 對不對 不然這些人怎麼平常心裡面 恨之入骨的人 怎麼會全部都聚集在一起 那你喬好聲啊之後就知道 共產黨真的是一秋之賀 對不對 所以我就看到這個畫面之後 我突然間有個想法 共產黨不好 中國不會好 那全世界會持續被騷擾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要反共 為什麼要堅決反共 共產黨裡面利益均分嘛 會敲的嘛對不對 所以你看從這邊看得出來 武中全會之前 現在最大的觀察重點就是 人民日報跟新華社 竟然同時策案社長 由他們總編輯升任 對不對 其中這個妥證有沒有 欸這個是 這個是PoLP 最出名的你知道嗎 2013年他在廣東省 當那個宣傳部部長的時候 那個時候南華週刊裡面 南方週刊裡面 有一篇那個新年賀子 他告訴你說新中國新憲政 你知道被他改成什麼嗎 他說這個時候 是我們最接近憲政的時候 中國大陸怎麼說有憲政 真的 對不對 你正下來你們的憲法 就是欺壓老百姓的憲法 侵略全世界的憲法 所以就跟你講說 他現在在這個時候 在武中全會之前 把這些人落下來 換上他自己人的話 是不是要持續 他的大內宣跟大外宣